泪伤痛你脸颊 还不快去邀界 把你们的凤凰给请回来 阿语 你过来 洪愁姑姑 你还知道叫我一声姑姑啊 这些日子在梧桐岛乐不思熟的 你都快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吧 小神君提出要入坠梧桐岛的时候 你怎么不劝着点 姐夫要嫁给姐姐 这是好事啊 我干吗要阻止 姐姐说过 梧桐岛可没那么多陈枪烂调 所以只要姐夫开心 我便没意见 放肆 几日没见 竟这般胡说八道 还不跟我回青池宫 面比思过 神识好大的威风 如今这手都伸到我梧桐岛上来了 阿语归属我青池宫 我作为长公调教他有什么不对 我认了阿语作我妹妹 在这梧桐岛 他也算是有名有分 再说 青池宫已被缘起作为聘礼赠予了我 我也算是青池宫真正的主人 神使作为长公 也应是听我来调遣 我是受一和真神的质疑 特地到仙界来照顾小神君的 除了一和真神和小神君 谁敢使唤我 小神君是我一手带他的 别说是阿语 如今就算是你 既然与小神君成了亲 我也一样管得了 那神是想要如何管呢 是想像曾经对阿语那般 将他丢进吴敬衙的飓风中 自身自灭又或是 再抽一次你家神君的青丝呢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都曾经经历过 又怎会不知道你的手段 都曾经经历过 你难道 水灵兽是生命的 但我们不低减 不可能 绝不可能 当初我仙渊四散 一分仙渊陆入水灵兽的体内 事已沉积的水灵兽得以苏醒 毕竟是阿阴 我还以为高高在上了神使大人 早已把无名小族阿阴忘得一干二净 我就是阿阴 好 向前 洪仇来找凤尹的茶 是啊陛下 这洪仇在三界可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我就怕小殿下受了委屈啊 以我对凤隐的了解 这三界之内能让他吃瘪的 除了元启没有别 陛下 话是这么说 那小殿下真要是受了委屈 您不也心疼吗 这三界捧高踩低的风气 我降世之前早有体会 也无甚兴起起 当初我作为水凝兽之时 你是我的命如草莖 如今我凤隐回归 也有眼巴巴地来替元启求亲 这副变幻的嘴脸 当真是可笑的 不是这样的 我讨厌阿英对他下手 全是因为 全是因为他会给小神机 带来劫难 所以呢 阿英的命就应该 给神君的命让落马 在你眼中 水凝兽的命就如此随手可抛 我 东华神君和师兄们 费尽全力两人都想保住 而你呢 自诩高贵 悟空一切 你凭什么对阿英的命 进行审判 你凭什么判定谁生谁死 你自以为自己看清了一切 可曾料到今日的局面 到底是一夜照顾 自以为是吧 我原以为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小神君好 却不料竟是我望作助长 我原来的 正好 天帝陛下也在 凤阴想问天帝陛下 青池宫神使 蓄意谋害力竭火风 该当如何处置 神界本就不可逊死干预三界之事 更何况是屠害三界胜利 你此番阳凤因违迫害凤凰 若让颐和阵神知道 定会将你逐处神族 逐处神族 你该庆幸凤因此番有惊无险 若他肯能让我 或可免除愁处 虹仇一生只归拜过颐和神军 缘起神群 自认为无愧于神前 却终究不过是 自以为是 断继下暗 洪愁不怕被逐出神座 因为洪愁一生 都是以小神君的福祉为重 但洪愁今日 方之大错特错 再次向凤凰一拜 不枉求凤凰原谅 我愿付出一切代价 任凭凤凰惩处 罢了 无论你是真情或是假意 你至少帮原谅带大了阿语 若日后 你再将你所谓的尊卑规矩 搬弄到我的面前 欺负到阿语头上 我定会让你知道 赵氏欺人 一点也不难 小神君 我原本以为你是关心泽乱 才会对阿语有成见 但我没想到 你是真的想对阿语下手 我一是活吐 犯下大错 令小神君失望了 我对不住凤凰 也亏对一额真神 和神君对我的信任 旁的事情我尚能宽恕一二 但你对阿语出手 你绝无原谅的可能 你最对不起的人并不是我 我是阿语 长去 带红筹回青池宫 等待凤凰发落 若凤凰到最后 都不肯原谅你 自取神界 销毁神志 小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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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过这些委屈 说起来 红州做的这一切 其实都是为了我 若是勾起什么 你不好的回忆 你怎么骂我都行 都是过去的事情 不必再说 但我没想到 你还是愿意让红州 在青石光中了 他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 某一角度来讲 他也不算是做错 早些休息吧 明日还要去找紫月 他俩平时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他们私下相处时 和普通的小夫妻并无差别 都是一样的恩爱 神君很宠凤凰殿下 就连红州掌宫冲撞了凤凰殿下 都被他遣回青石宫 终身禁足了 袁启一向对红州很敬重 仅仅是因为冲撞了凤银 就出手重罚 这倒是有些奇怪 你做得很好 继续跟我盯紧吧 这赏金少不了你的 谢谢先尊 我来到你了 弱水之源 这弱水本就难堵 没想到此处还有如此浓郁的水雾 一般咸妖根本到达不了源头 怪不得千年以来 都没有人能发现魔族的痕迹 这回多亏了红衣了 这就是脚烟煞穴 别乱跑 只要我们有接触 天虽就能保护我们的安全 走吧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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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云山的隐匿结界 紫月 果然在这儿 凝云山的隐匿结界 运用至此 陌生名气 当真是好算计 这千年来 我搜遍三界 从极西的大雾山 到极南的丽远海 甚至是北海诸岛 无一不谈查过 却从未发现任何紫月的气息 用不了多少时日 结界就会被撞开 不须白费力气 跟我一同开启这结界 三界颠覆 岂不更有趣 你可有感受到一股灵力的波动 感受到 等等 这个屏障我们对接 这屏障不能破 他们已将这屏障 以九渊结界连接在一起 若我们强行打开屏障 很有可能会冲击 九渊鲨鱼的结界 看来魔族是想要用磁法 撞开九渊结界 刚才那股奇怪的灵力波动 应该就是某种力量 在冲撞结界 难道除了此处之外 还有别的通道 此若是源头 难有闲耀能来 看来华沐 试图想用另外一个通道 撞击结界 当务之急 我们要赶紧找到 另外一个通道 将它躲进 要不然可就危险了 先走 郎晨娥 原来华沐 千年前就与墓构结 那千年前的一些事 一定与他脱不了干戏 蓝瘤 大泽山 包括你所承受的一切 我恨不得现在 就把它碾成鸡粉 我们已经找到紫月了 只要将九月鲨鱼收回 控制住 与魔族 滑木的仗 很快就能算清了 我想了一个法分 或许我们可以用浮沉 找到连接九月的 其他通道 这是弱水源头那儿 屏障结界上的灵力 你是想像神光共振 感应紫月那般 用吴童叶收集到的灵力 去感应另一个通道 没错 不过如今滑木与魔勾结 已成实事 但我们还不知道 孔雀族内乃至整个仙界 是否还有它的追随者 在找到其他通道之前 我们不可打草惊涉 如今我最担心的 是华叔 他来参加婚礼了 应当还未入眸 望他不要太糊涂 凤哥和华莫果然有此 你干什么 我们要一起睡啊 会喝 你别多信啊 我也是为了顾全大局可怜 你想 我们现在既然觉得凤哥有问题 我们就要做事更谨慎 万一被他发现我们分床睡 之前的戏不都白眼了吗 以水碗为界 一个人朝床头一个人朝床尾 互不侵犯 现在可以睡了吗 可以是可以 但 你被尚未熬会有伤 之前不小心撞到了圆黄骨堂 小伤 无妨的 我帮你刷腰 疼吗 没有 我轻一点 夫人 还是挺关心我的吧 你别乱叫啊 时常却不在举手之劳罢了 这药膏为何会没用 当真是被刺伤吧 为何看着像法器的成绩 你这伤 人红骨疼 自古便被选来容炼法器 她造成的伤口也是如此 可 夫人 什么真巧 伤不疼啊 咱俩休息吧 殿下今日来青池宫不知为何事 小神君不在空中 我不为神君而来 只是听闻神使被凤凰为难 被罚在青池宫禁足 各来探望 您打理青池宫千百年 从未出过岔子 神君怎会因这点小事 就降伐神使 莫不是凤凰从中作梗 殿下想试探什么 不怕实话与殿下说 是我对凤凰不敬 被降伐实属自作自受 神君与凤凰何如情色 神君对凤凰更是恩爱有加 任谁也从中挑唆不得的 洪愁知道 殿下对神君念念不忘 可感情这种事 洪愁不想多说什么 只想劝一句 神君的心思 没有半点在你身上 千年前喜欢的是凤凰 千年后还是凤凰 劝你还是早早收心 莫弄到最后颜面尽失 慢走不走 二叔告诉你 洪愁说 千年前喜欢的是凤凰 千年后喜欢的还是凤凰 简直一派胡言 千年前元祺喜欢的 难道不是水凝兽阿阴吗 谁 竟敢在这儿偷听 我才没有偷听 我只是躲在这里静一静 是你们德行不好 背后说红仇故故故坏话 一界卑微小兽 仗着神君偏袒无法无天 竟敢冲撞本殿下 我现在就带你去青龙台 好好教教你尊卑有伦的道理 华叔殿下想论尊卑 为何不找我来论 论资历 我乃半神 你不过是上君巅峰 论品界 我乃凤凰 你混了千年 不过混了个戴天帝的名号 论地盘 青池宫是神君居处 可如今 神君是我的 这青池宫也是我的 你是有何胆子在此处撒影 还不向本皇谢资 这么喜欢青龙台 这青龙台 可是你华叔 迅思行恶的地方 千年前 没能在青龙台上斩杀我 如今想碰我妹妹 真当是觉得水明水一族 好欺负 原来真的是你 水明寿哀阴 凭什么 这不公平 我现在就杀了你为蓝峰偿命 此前看在蓝峰的面子上 我对你百般容忍 但此刻我不再是 善心犯难的阿易 便不会容忍你胡作非为 话说 不怕念旗 只怕绝齿 若你再多半阻挠我 以元旗查案 我绝不会收容 不过我提醒你 到那个时候 你失去的 就不只是天地的位置 凤华 我只好趁他疗伤的时候 抽去了他的情思 这些事情 小神君全然不知 一边是师门 一边是所爱 我明知小神君情深一重 却步步尽力 我认识 他会做出一种 子敌人 一天 倘若你 这不是 我认识 那是 我认识 我认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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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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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